嗨大家好我是子瑜 然後我們是希望 我的提案是我們今天1點的時候 就是因為剛剛大家都有聽到媒體亂象 然後就是好像很多韓國語之類的 那我們希望說1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隔壁的床房間 就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來討論 就是關於這樣子的議題 那我們會找一些就是對這方面有 比較專長的專家來一起做討論 對 對然後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就在這個地方就是討論這樣的東西 因為就是B台灣是一個就是 本來是一個討論就是法規條式的坑 然後因為後來就是慢慢的批比了 就我們轉型了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全新的小黑客送 就是每個禮拜三的7點到9點 就是我們在旁邊的社會創業實驗中心 有一個小的聚會 對那你可以帶著你的專案來 然後跟大家討論 然後下次上的小米看電視 或者是理贊選人 可能都會在這邊就是跟大家聊聊這樣子 對然後歡迎來這邊是來交朋友 然後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是用要討論到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們就是在B台灣完了 就是小米看電視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很多 就是你每個新聞都想按廣告 就是你覺得他每個都是廣告 對然後 所以 那到底我們能不能 如果說新聞是可以買的 可以用購買的方式的話 那他還算不算新聞呢 那他還受不受新聞自由的保障呢 我覺得這個議題就還蠻值得去討論 然後這就是之前呱吉說就是有業務 就打給他 然後說如果幫你做一個新聞專輯 大概是17萬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來舉辦新聞自由的界線的線上 這些會議吧 然後 呃 歡迎大家現在就是掃這個QR Code 然後會進到一個叫POLIS的就是頁面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就是 呃 對於這個這個主題的一些討論 然後你可以按讚成或反對 對 然後 呃 對然後 所以上午的話 我們徵求的就是 請大家上POLIS 然後用下面看電視 或是去下面看電視課 然後看就是怎麼樣 可以讓這個討論變得更好 然後下午的話 我們會一起來 呃討論 然後會找專家來參加 之後我們會把這個討論的結果 跟一些讀字稿啊 然後送到相關部會 然後還有就是呃 羅仲偉的辦公室 然後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找的是 就是上網想要找媒體人 法律人 或者是你才上網帶討論 因為我們擅長 就是 呃 消除公民審議啊 就是擅長做這方面的朋友 然後 喜歡或是討論一下中天的人 歡迎一起來 那還有不知道做什麼的朋友 我們就下午來聊聊天 聊我們的新聞自由吧 謝謝